歡迎收看有熊老師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在幾何介紹完前面的章節 包括相似型 包括平行四邊形 三角形之後我們要來介紹一個很重要的幾何的內容 是圓 那在這裡呢我們要稍微說明一下 在後面你們有機會看到題目裡面 如果只寫一個圓字的話呢 那它通常是指圓周 就是說 當然我們還是可以把它想像成是整個圓面 沒有錯啊我們也會算圓面積 只是說有的比較精簡的用法 比如說我們來看到底下的幾個詞 所謂在圓上 什麼樣叫做在圓上 如果這是一個圓的話 那有很多小朋友一開始會在這個地方有困擾 就是 這個點是在圓的上面 它是在這個 這個圓的上面有一個點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講 但是呢 在數學上面比較精確的 詞的使用的時候 我們不會說這個點是在圓上 因為我們的圓 是指那一圈 是指圓周 那這一件事情 尤其到如果你們將來學到高中 還會再學到有關圓的東西 那這個裡面會用等於說類似方程式 像我們以前學過用方程式來表示一條直線 到高中會學用方程式來表示一個圓 那那個時候的那個方程式指的 就更明確它是指這一圈 它是指這一圈 所以說呢要在這一圈上面的點 才是所謂的在圓上 那剛才那個點呢 它叫做在圓內 它是被圈圈包在裡面的 然後點如果在外面的話是在圓外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們所學到的圓 我們剛剛說是指圓周嘛 那這些圓周都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這個是圓這一個部分 最重要的知識 就是圓是圓周上的點 那些點呢它到圓星等距離 我們可以這麼說 我如果現在在這裡有一個點 我說請你畫出在這個平面上 找出所有跟它距離是這一段的點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是夠簡單的 學生都應該要可以試著做出來 來那個有 大家可以想像 想像好這要怎麼做 那因為我們這張叫的是圓 所以應該很容易可以聯想到 就是你拿圓規啊 對不對 當然這一個點式嘛 那我圓規量好之後怎麼樣 圓星定住 稍微挪動一點點式 就會有另外一個點 再挪動一點點式又會有另外一個點 再挪動一點點式會有另外一個點 那其實符合條件的點 在這個平面上面有無限多個 所以說我們把這無限多個全部都點出來的時候呢 你就會產生一個圓周 圓周上的每一個點到圓星都是等距離 那個距離就是半徑 那我們也是用這個方式在做尺規做圖的嘛 就是你量好半徑之後 轉一圈轉出來的所有的圓就都是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圓的定義非常的重要 從這個定義裡面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認識 所有其他的幾何圖形 當他跟圓發生一些關係的時候呢 他其實呢都可以視為是怎麼樣 跟圓星發生一些關係 所以包括我們介紹點到圓的位置 點跟圓有什麼關係 我們剛剛說有在圓上面 這個點可能剛好在圓的上面 在圓周上 有可能在圓周裡面 叫在圓內 在圓的外面 那我們都可以把它轉換成 他跟圓星的一個關聯 如果他在圓上 那當然不用講 剛才說了 這是圓的定義嘛 所以在圓上的話就是 我們那個為了後續的這個寫的方便 我們在這裡介紹一個簡單的寫法 我們會把兩個東西的距離 當然兩個點的話我們會寫點AB嘛 但是有時候我們要描述的不一定只是點 AB線段我們會這樣寫 那當我們要描述的不只是點的時候 我們可以寫成是這樣子 你就把它當成是一種 函數嘛 把它刮起來 那這個D是Distance 距離的意思 所以是A到B的距離 A到B的距離 所以剛剛說在圓上的話呢 那簡單來說就是這個點呢 到圓星齁 距離就是半徑 那我們之後這個圓星就直接寫一個星 這樣子 那這樣是在圓上 那在圓外呢 既然我剛才說齁 我以這個 到圓星的距離 來去描述他們嘛 來去區分他們 那我說在圓上的點到圓星的距離 剛好是半徑 那如果在圓外呢 他到圓星的距離 怎麼樣 跟半徑比起來怎麼樣 一定會比較多嘛 所以如果是在圓 跟 剛寫 講的是這個 在圓外 在圓外的話 點到圓星的距離是大於半徑的 在圓內的話 點到圓星的距離 是小於半徑的 那麼其實不只是點喔 我們點一下介紹齁 我們各種圖形跟點的關係 都用這個方式去認識他 比如說一條線 一條線 他可以跟圓發生什麼樣的關聯齁 當然很有可能就是 沒有關聯齁 沒有關聯也是一種關聯 就是 這個我們怎麼稱呼呢 就是沒有香蕉嘛 你要說他在圓外也是可以啦 就沒有碰到 那另外一種關聯 當然就是有關聯啦 對不對 穿過去嘛 那就是交於2點 這裡有兩個交點嘛 對不對 那有所謂的交於2點呢 其實你會發現 在一種特殊的情況下 他會只有交於1點 就是你拿那個硬幣 貼住這個鐵齒的時候 剛剛好靠到的時候 其實硬幣跟鐵齒 只有碰到這一個點而已 對不對 來放大他 那大家會看到這個時候呢 剛才畫的這條咖啡色的線呢 他跟這個圓呢 只有碰到1點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給這三種名字 一些特殊的稱呼方式 剛才沒有碰到的叫做不香蕉 有碰到的叫做香蕉 或者說交於2點 那我們 切 因為他把這個圓割下去了 在這裡要稍微 留意一下 因為我們有固定的講法 我們不說他把它切過去 我們說他把它割過去了 所以把它割過去了 所以這條叫割線 那 留在圓裡面的這一段 叫做玄 這個下一節還會再介紹 就好像那個公的公玄這樣子 那在外面剛剛好碰到的 剛剛好碰到的 我們才叫切 所以外面這一條線 就是我們最後畫的這條咖啡色的線呢 我們叫做切線 他跟圓交於1點 就是我們會講切於1點 這個是讓大家一方面 就是認識到說 我們對 線跟圓的關聯的名稱 那 另外一方面就是來看看 我剛剛說的 他可以怎麼樣 直線到圓心的距離 直線我們都稱為L 直線L 直線到圓心的距離 來去區分他 剛才這個相切的 他直線到圓心的距離 會是怎麼樣呢 首先 那大家就要想想看 什麼叫做直線到圓心的距離 直線與圓心的距離 會是什麼 那其實這個我們在前面的課程裡面 已經反覆的跟各位介紹到了 就是點到直線的距離 必須是怎麼樣 垂直的 換句話說 如果我這裡有一條直線 這樣子 那這個圓心就是直線 他到直線 點到直線的距離 必須是垂直的 那這個垂直的位置呢 就會剛好垂在他的半徑上面 因為這個蠻容易想像的 就是說你在畫圓的過程中 既然只有交到一點嘛 然後因為你整個圓周距離 圓心是 距離圓心是一樣距離的 然後我們以前有教過 就是 點到直線的距離 點到直線的距離 我們說是垂直的嘛 他除了是垂直的之外呢 他同時會是這個點 到這個直線的 拉出來所有線裡面的最短 最短的情況 那這個很容易從必失定理來說明 就是你隨便另外再拉一條 那斜邊一定比一股長 對不對 所以在這麼多點 這個點可以拉到這個 直線上面的 許多位置 裡面最短的就是這個垂直的 OK 那現在回來看這個 圓跟他的切線 這個圓 跟圓距離是R的 全部都分佈在圓周上 那換句話說呢 除了這一點 這個點 就是因為他剛好碰到這個點 這個點到圓拉起來的這條線 線段長是R 之外 你如果想要拉到這個直線上面的 其他點都一定會到圓外去嘛 所以就一定會超過R 所以我們從這裡可以很容易的 來去了解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 當直線跟圓只交於一點的時候 那這個點呢 第一 它會是 這個點會到圓心是半徑R 然後這個半徑R它又會是 這條直線上面所有的點到圓距離最短的那一個 所以根據我們之前所學的集合的定義 我們就會發現 這個地方是垂直的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所謂點到這條直線的距離 就剛好是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說它相切 也就是只交一點 括號在這裡寫 交一點好了 相切的話呢 那麼這個直線到圓心的距離就會是半徑 那如果不相交 不相交 那就是沒有交點嘛 那不相交的話會怎麼樣呢 這應該也蠻容易想像的啦 你看嘛 我就同一條線嘛 往外移動移動移動 這樣子就不相交了 對不對 那想當然 我一樣是要垂直過來的時候 對不對 我拉更開一點 那麼想當然 我一樣要垂直過來的時候 這樣子就 這條一定比這條長 所以你如果要跟圓沒有相交的話 圓心到你直線的距離 最短裡面的那一個 就是所謂點到直線距離就最短 圓心到直線的距離 一定還是要比你的半徑長 如果我圓心到你的直線 可以找到一點 是比半徑短的 你看喔 我們先不要畫圓 圓心 然後我直接跟你講我的半徑是 大概 假如說半徑這麼長 假如半徑這麼長 那麼圓心到這個直線 我可以找到這一點 隨便找到一點 或者說這一點 圓心到直線的距離 我們取垂直的 這個比半徑短 的話 那麼 光是這一點 光是這個垂直這一點 理所當然他應該要怎麼樣 我們剛剛講的嘛 這個點他應該要在 圓內 對不對 我這個圓畫的有點偏了 這個圓現在這裡 好 那麼理所當然這個點呢 他應該要在圓內 那既然你這條直線上面 有一個點是跑來圓裡面的話 欸你怎麼進來的 那你還要再出去啊 對不對 所以你就一定會穿兩點 你穿 從一點穿進來 從一點穿出去 所以說 如果點到 圓心 圓心 到直線的距離 比半徑小 那麼 這個 這個垂足就會在圓內 那麼 其實這條線就會跟圓 好 交兩點 寫下面好了 我們稱他為割線 可以嗎 好 然後介紹 除了 點跟圓的關係 直線跟圓的關係 圓跟圓 也有相對位置啊 那圓跟圓有怎麼樣的關係呢 圓跟圓的關係還比直線和點的多 一樣 我現在有一個圓 然後我有另外一個圓 沒關係也是一種關係 沒碰到 然後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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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 靠近到怎麼樣 像剛才相切這樣子 剛好碰到 剛好碰到之後呢 又慢慢慢慢靠近 靠近到怎麼樣 我改化這邊啦 要不然都全部疊在一起 碰到兩點 對不對 碰到兩點之後又慢慢慢慢靠近 那 然後就出來了 欸 其實中間的故事 還有一些喔 還有一些內情 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這兩個圓不一樣大 你應該看得出來 紫色比紅色大嗎 那我把紫色畫大一點 那 那 那 當我的紫色比紅色明顯大很多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我紅色一開始不是沒碰到嗎 然後後來碰到了 那個 交於兩點 對不對 然後咧 然後慢慢進去了 再進去再進去 再進去的時候 在你進去到裡面 到再出來之前 你會有那麼一瞬間 怎麼樣 又剛好只碰到一點了 但是是在他的裡面 剛才這個是他們兩個在外面 那現在這個吞進去了 對不對 吞進去 噗 進來了之後怎麼樣 飄盪飄盪 所以在他飄盪飄盪的過程中呢 欸 還會有一種情況是 我們畫在這裡 飄盪飄盪 對不對 都沒碰到 都沒碰到可是他是整個在裡面的 不是在外面的這種都沒碰到 然後怎麼樣 又飄盪到對面 又碰到一點 但是那個就還算碰到一點 我們就不太多寫一次 然後又碰 然後又開始穿出來 穿出來又會 又會有交兩點 對不對 然後穿到最外面 的時候 又是在外面交一點 然後再脫離 所以總共我們會有 沒碰到 在外面碰一點 碰兩點 在裡面碰一點 在裡面沒碰到 五種 情況 剛才那個沒碰到的 我們就稱為 外離 外離 那就是沒碰到 零交點 然後 如果有碰到一點 就是 外切 有碰到兩點 是叫 香蕉 然後接著在裡面 在裡面碰到一點 我們叫內切 好 那你會發現 只要是名叫切的 就是只有碰到一點 然後 這個 在裡面沒碰到 叫內離 然後內離 其實就是這五種 只是說內離裡面 有一種特殊情況 就是剛好你飄盪的過程中 你的圓心跟 大圓的圓心疊在一起 那這個叫同行圓 它是內離的一種 可以嗎 把鏡頭趕過來畫 這樣子 那這個情況下 像我們剛才說的 我們來討論這個 跟圓心的距離 點的話 就討論點跟圓心的距離 直線的話 就討論直線和圓心的距離 那現在是兩個圓 就討論圓心和圓心的距離 那如果兩個圓外離的話 這兩個圓心 那圓心其實也是點 所以它的連線 反而簡單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連線 我們有一個特殊的稱呼方式 叫連心線 那兩個圓 我們習慣用歐來稱呼圓 所以一個歐1 一個歐2 分別代表兩個圓心 歐1歐2的 線段 就是說這一點叫歐1 這一點叫歐2 歐1歐2線段 就是所謂的連心線 好 OK 那這個線段怎麼樣 跟剛才一樣 我們拿去跟半徑比 他有他的半徑 他有他的半徑 這叫歐1 這叫歐2 那麼很明顯的歐1歐2 這一整條會比 歐1和歐2都來得多嘛 當你剛剛好碰到的時候呢 當你剛剛好碰到的時候 我的這個圓心很明顯 不在這條線上 那你會發現齁 我連心線連起來 我們剛好碰到的這一點 我畫大一點 畫在這裡好了 剛好碰到的這一點 到我的圓心也是半徑 到你的圓心也是半徑 所以這一點 這邊是半徑 這邊也是半徑 我們到後面會再來跟大家證明 就是這三點是連起來的 這三點是一條 三點貢獻 所以歐1歐2這個時候呢 就會是剛好跟兩個半徑一樣 可以嗎? 那當我跑進去 跑到有交會的時候呢 那我現在是跟兩個半徑一樣嘛 剛才是超過兩個半徑合嘛 現在是跟兩個半徑合起來一樣嘛 然後當我在更縮小的時候 你當然就可以想像 我歐1歐2其實如果相交的話 會小於 我已經沒有在管顏色了 那當我內切的話會怎麼樣呢 一樣齁這個我們到後面會跟大家證明齁 這個時候你的圓心 他的圓心 和你們切的這一點 其實也會貢獻 那 這個是大圓圓心 這個是小圓圓心嗎 然後 這一段 我圖出出的這一段齁 來 這個是大圓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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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是小圓圓心 然後 所以我漏掉的 圖出出的這一段 剛好就是兩個圓心連線 所以內切的時候 他的歐1歐2呢 就會剛好等於 可以嗎? 那也因此 也因此 調整一下這個位置 也因此 我們在相交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他的連心線 不只是比兩個半徑合還要來的小 不只是比兩個半徑合還要來的小 他也會比兩個半徑的差還要來的大 因為他慢慢的走進來 慢慢的走進來 走到進來內切的時候 剛好等於 連心線剛好等於兩個差 那外切的時候 是等於兩個合 所以他在中間這個相交的過程 其實是 會在兩個半徑合和兩個半徑差之間 那如果跑進去了 吞進去了 那想當然他就會比兩個半徑差還要小 可以嗎? 同心圓的時候 那我們剛剛講 同心圓就是 圓心疊在一起 所以他的半徑是0 可以嗎? 那這個就是圓 在這裡先粗略的跟大家介紹 點根圓的位置 線根圓的位置 接著來 接著來 大家想一想這個問題 我在圓外有一點P 這一點P呢 如果跟圓O 就是圓心連線 連起來交在這個圓的A跟B這兩點 大家在課本上會看到 課本有這麼跟你說 就是PA會是點P到圓周的最近的點 就是說其他點都比他還要來的 短 假如說這是這個圓 假如說這是P 這是圓心嘛 所以這個點就A 那就說其他的線 都會比 其他的線都會比這個PA來的長 從P連到圓周 那我也可以連到對面去 但是連到對面去當然就更長 就是所有P連到圓周的所有線裡面 PA這一條 是最短的 然後 一樣P連到圓周上的所有線裡面 PB 就是他穿過圓心通到對面去的這一條 是最長的 那 為什麼呢 大家想一下 證明看看 這一集介紹的東西有點多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閒聊 那個 如果你想要自己嘗試著 證明他的話 那按一下暫停 要不然的話我們要開始講了 他的證明過程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簡單 所以才有意思 如果要花很大的力氣來證明 那就算了 就是就是說 反正可以證明的出來 數學老師就證明的出來 沒有 他的證明過程很簡單 你在外面 圓周隨意的找 任意點C 對於 圓歐上 任意點C 那我都可以產生一個三角形 COP 那你會發現怎麼樣呢 三角形的這個CP加CO 就是兩邊 三角形的任意兩邊會大於第三邊 他會大於OP 可以嗎 那CO是R嘛 所以他 OP齁 是 OP是PA加AO 啊因為AO也是R R是半徑的 對不對 那你假如不寫R 你也可以說 他是CP 就是 OP是PA加AO 然後AO又等遊戲 都可以 總而言之這兩個地方會一樣長 一樣長就拿掉 所以你就會得到 我們這個C是任意隨意畫的嘛 隨意你在這個圓上面隨意畫一點 因為不在這條線上 就一定可以產生一個三角形 就算畫在這裡也一樣 那這個時候這一條加這一條就會比這條大 然後他們再一起扣掉一個半徑 你就可以知道 圓上的任意一點 PC連起來都會比PA長 然後同一個三角形都不用再做第二個 一樣是三角形 右 三角形COP中 我們這一次改讓OP去加半徑 也就是說這個 CP呢 他一定會小於 OP加OC 那OC就是半徑嘛 對不對 一樣喔 就是我們剛剛是兩邊核大於第三邊 他現在是兩邊核大於第三邊 或者說你 某一邊一定會小 第三邊一定會小於 兩邊核一樣 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看出來之後呢 我再把這個OC換成 OB 欸 那不就是 OP加OB 不就是PB嗎 我們把它在 前面再寫一次 所以 這樣就正出來 對於任何一點C 他都一定會符合PC一定會比PA大 而且PC一定會比PB小 這是這一點 大家有機會都可以在課本上看到這一個 他跟講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在這裡證明 那這是這一次的作業 請試著做 我在圓給你了 圓上面一點A 請做他的 過他的切線 那我們前面有介紹到切線的特色 就是只跟他交一點 而且這一點怎麼樣 他會讓這條線跟 這一點連起來的地方會是直角 大家在想想看怎麼做 那既然我們可以在圓周上做一點 圓周上取一點做切線 其實我們可以在圓外面的某一點 怎麼樣呢 做一條會跟這個圓相切的線 但是這個我們在目前不出的 這一題不會出的原因是因為 要做他需要利用到的知識 要到後面學 在下一節就會學 下一節 下一張下一張 差不多 那來看 這是其他的題目 有的跟相似型有關 要注意面積卻又不一定都跟相似型有關 很有可能也會跟什麼 那個同低等高 之類的有關 那我們今天課上到這裡